- 發飾甜點 - 發飾甜點 - 發飾甜點 -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ica - 大家好我是Sherica - 我們今天要挑戰在家裡面做法式甜點 - 確定嗎?沒有烤箱欸 - 拜託這其實很簡單的啦 - 而且你知道我們平常在外面要吃個法式甜點其實還蠻貴 - 因為一小片蛋糕就要100多200多 - 我今天呢研發了一個加強的食譜 - 讓大家可以在家裡面做又便宜又簡單的法式甜點 - 今天要用的材料是這個朱莉絲的花生醬三明治餅 - 這個是朱莉絲的乳酪三明治餅乾 - 首先呢我們第一個要做的是奶油乳酪起司蛋糕 - 其實它非常簡單你只需要用到朱莉絲的乳酪三明治餅乾 - 好 鮮奶油 - 起司無鹽的奶油 - 還有吉利丁粉 - 首先要先把奶油融化 - 隔水加熱 - 對隔水加熱融化一點點就好了 - 那我們現在先把餅乾拆開來 - 然後吃掉 - 什麼?那我們還有做嗎? - 身為一個專業的主持 - 你要先吃吃看這食材原味是什麼 - 很好吃耶 它餅乾鹹鹹的 - 它鮮料是偏甜的 - 你要把內餡挖掉嗎? - 對 內餡挖掉 - 餅乾放在袋子裡 - 內餡挖掉放在這個地方就好了 - 我如果一口吃起來會殺了我 - 全部都要重來 - 不要這樣 - 這些餅乾呢 先把它壓碎 - 這交給你了 - 這樣會不會小炒 - 破掉了耶 你看 - 你要稍微溫柔一點嗎? - 要溫柔一點嗎? - 要溫柔一點嗎? - 起司餅乾100克 - 這樣應該就是剛好100克啦 - 你怎麼知道啊? - 用看的 - 身為一個專業的廚師 - 很多東西就是直覺 - 250克那是全部啊 - 壓碎之後你就加一半的奶油進去混 - 把這個cream cheese打開 - 跟我們挖下來的乳酪餡混在一起 - 只要混到幾年啊 - 身為一個專業的廚師 - 就是你在食材很受限的時候 - 你還是有辦法做出一個厲害的蛋糕 - 30克的糖 - 30克 - 還沒 - 這樣多多15克而已 - 我剩下15克我要放在鮮奶油裡面 - 為什麼不跟大家講 - 喔 對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- 哈哈哈哈 - 你加奶油了嗎? - 還沒耶 要多碎啊 - 也不用讓它完全是粉狀啦 - 它就只是個餅乾底而已啊 - 照說 - 揉一揉之後呢 - 就先把它壓在我們的模型的底部 - 盡量把它壓成 - 來我來 - 稍微讓它有點紮實的在底部就可以了 - 那現在這個 - 鮮奶油跟餅乾底都處理得差不多之後 - 打發鮮奶油這個東西有點麻煩 - 所以我有一個小小的武器 - 雷清貝 - 鮮奶油要150克 - 剩下的15克的糖 - 喔喔 - 剩下的15克的糖 - 喔喔 - 喔買尬 - 真的失敗了 - 成功了 - 成功了 - 成功了 - 真的很厲害 - 快點稱讚我 - 哇 - 欸我之前做蛋糕的時候都用手打欸 - 然後打到我真的是哭天喊地叫阿嬤欸 - 所以我們又要再扮一次這個東西 - 為什麼剛剛不把它一起丟下去打就好 - 我怕它會壞掉啦 - 我要再這樣子挑戰它了 - 先睡一下 - 好我給你一個任務 - 加熱吉利丁好不好 - 最後就是加吉利丁就好了 - 材料全部都扮成這個狀態 - 那就可以把它裝進去了 - 是不是很簡單 - 你要幫它做一點裝飾嗎 - 妳有什麼 - 餅乾 - 餅乾 - 為什麼用餅乾啦 - 這就是它的眼睛 - 妳要怎麼蓋起來 - 妳要把它蓋起來了 - 妳不用蓋嗎 - 妳不用蓋啊 它哪是冰啊 - 去吧 - 下一個呢是法式香蕉巧克力糖 - 聽起來這就是要賣200塊的東西 - 材料有這個 - 朱蒂絲的花生醬三明治餅乾 - 香蕉巧克力醬 - 融化奶油 - 我們要做一樣的事情 - 怕你會生氣了 - 又要多嗎 - 我比較喜歡花生口味的耶 - 乳酪比起來它的鹹味比較重 - 我喜歡比較偏鹹的餅乾 - 你有很喜歡做這個工作嗎 - 還有別的工作嗎 - 切香蕉 - 可以了 - 然後我再把奶油加進去 - 完全一模一樣的步驟 - 如果你加油那種卡皮的模型的話是最好 - 但是我沒有 - 所以我就直接拿一個碗來當容器 - 在裡面墊一層食物保鮮袋 - 我覺得它太小了 - 可以啦 - 這種就是需要King size的大小 -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- 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- 然後我把它壓進去 - 這樣等一下才可以把它拿出來啊 - 這樣等一下才可以把它拿出來啊 - 你先幫我開這個 - 這個要壓得比剛剛那個蛋糕更緊一點 - 壓好就會變這樣 - 可以稱讚一下嗎 - 是很好看的 - 哇 - 然後我要做一件 - 要看它拿起來之後 - 非常白癡的事情 - 把剛剛挖掉了 - 花生醬全部放回去 - 你知道有的時候你那個食物 - 你只是形態的改變 - 它的味道就會不一樣 - 慢慢的蓋上去 - 這是要幹嘛 - 巧克力塔牙 - 幫我鋪平然後放香蕉 - 這個也太難了吧 - 它就是會一直是 - 愁愁濕濕濕的狀態 - 不知道要怎麼樣嗎 - 要這樣子 - 怎麼樣 - 啊 - 哈哈 - 可以啦 - 然後就把香蕉 - 裹來放好了 - 用香蕉把一些失敗的部分給蓋住 - 所以現在要冰起來嗎 - 對 一樣冷凍 - 平常在家裡面做的話 - 就是把它放冷藏就可以了 - 欸 姐 - 妳這才用半根香蕉欸 - 剩下我就把它吃掉了 - 好 - 我現在想要先做一件事情 - 我要脫模 - 做到現在最緊張的事情 - 剪開 - 看它會直接散開欸 - 散開 散開 - 好 這個東西我們就要醬 - 我覺得我們先來吃這個 - 看起來比較成功的起司蛋糕好了 - 很好吃 - 而且它多了餅乾的那個風味 - 這可以加點鹽巴啊 - 為什麼要加鹽巴 - 為什麼要加鹽巴 - 其實都會吃起來鮮鹹的嗎 - 我覺得你要吃到下面那個餅乾 - 那餅乾有點鹹味 - 那餅乾有點鹹味 - 好吃的味道嗎 - 你這表情很難讀欸 - 我吃不明白吧 - 很好吃啊 - 它花生醬蠻強的 - 花生跟巧克力完全就是很搭的東西 - 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- 今天的大制甜點都是用朱棣絲的餅乾去做的 - 如果大家想要買的話可以去找他們的朋友 - 他們有做一個中元節的活動 - 那想請大家就可以去朱棣絲的粉絲團去看 - 但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-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- 按讚訂閱下面留言 - 謝謝大家掰掰 - 掰掰 - 掰掰 - 混傻眼搭那麼格啊